蓝牙耳机连盒子一起丢了 有没有办法找回来 蓝牙耳机丢失 如果只是丢了耳机 那么通过定位功能 蓝牙信号检测等方法 还是有可能找回耳机的 而如果蓝牙耳机 连同充电盒子一起丢失 那么以上方法可能会受到限制 这使得你通过技术手段 找回耳机的难度变得更大 最主要的原因 当耳机处于充电舱内 且处于关闭状态 那么定位功能可能无法使用 因为耳机必须处于打开状态 才能被追踪 同时处于关闭状态的耳机 不会发出蓝牙信号 因此无法通过蓝牙连接来找回 但不管如何 发现耳机丢失后 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先通过人工查找 比如检查你最后所在的位置 询问周围的人 或者到失误招领处查看 这些都可能增加找回的机会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尝试以下这些方法 来定位耳机的位置 一 使用设备查找功能 某些蓝牙耳机品牌 如Apple的AirPods 提供了专门的查找服务 如果你丢失了AirPods 可以使用查找我的iPhone应用 来定位它们 二 通过蓝牙信号寻找 前提是你的耳机仍然开机 并且在蓝牙范围内 当耳机接近手机时 它们会出现在可用设备列表中 三 某些手机会记录 蓝牙设备最后一次连接的位置 如果你的手机有这样的功能 可以在手机的设置或蓝牙设置中 查看耳机最后连接的位置 四 蓝牙信号追踪应用 有些第三方应用 可以帮助用户追踪附近的蓝牙设备 一般是通过信号强度 来确定设备的大致方位 但耳机需要处于开启状态 总之 想通过技术手段 查找丢失的蓝牙耳机和耳机舱 首先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你的耳机内置的查找功能 二是耳机处于打开的状态 因此不能单纯依赖上述方法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当调整策略